其实是程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把它多一个tap 意思说执行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才会是print 所以其他都不会print到它 这个print变成是在它的底下 如果说你没有缩排的话 是说这个逻辑判断完之后 就一定会是执行的 所以未来可能不止一些 可能好多节 甚至一层一层一层里面好多层 这个一层一层的概念 阶层概念也是python程式的一个特色 其他语言像VBA 像我的习惯我是一定会有阶层 我会打 其实你不打也没关系 全部都在同一阶也会执行 只是看得非常痛苦而已 OK 程式就是一定要养成好习惯阶层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阶层错的话 有些后面回圈 那你错了你就会是结果一定是完全不对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的解答是放在双数里面 那为什么放双数里面 我刚刚我之前有讲过了 反正你们就再花一点时间 至于就是有些题目如果没有讲到的 请各位自己再花时间去练习 还有呢我们这本书里面蛮多题的啦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练了 因为我们还是 我可能想说我还是把火力集中在那个你们可能会需要知道那些题上面 不然的话我想说我旁支的讲完最后反而该讲的没讲 那反而对于你们这样的考试 反而没有太大帮助了 我就集中火力 告诉你就是这些题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题练到滚滚烂的手 然后以后你们考试的话 哇应该就很顺利的 每个人都拿到了 感觉应该会是蛮棒的 而且可能是大家都拿到 大家来照个团体照的话 应该可以请记者来了 OK你看 可是呢这个证照其实说真的已经有一点难度了 如果大家都拿到的话 应该有一个新闻性的 OK 那比起其他简单的证照 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卖点 我觉得啦 因为现在东西还是要 尤其像这种科技类的东西 一定要学就学最新的 一定要在潮流之上 那你自然会被潮流给带着走 不然你没有在潮流之上 你溺水 你就学一些古代的东西 那一点用处也没有啦 OK 所以尽量啦 有新的东西你就尽量去了解 有一些东西如果还不太会的话 不然你就找机会去想办法把它熟悉 像刚刚同学蛮不错 自己还会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去看 查一些网路上面的那个官方的也好 或者外面人家整理的一些相关的说明 这些其实是够啦 但是我觉得还不太够 你还是要自己再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 甚至坊间的书籍 我之前推荐的书你也可以买来看看吧 反正这些都是增加你功力的一种方式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接着再来看就是说 206这一题 206其实也不难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做什么 做一个那个等级的判断 那基本上他是希望怎么样 假设输入一个 其实一般我的习惯这样 先看输入什么 79 看输出是什么 所以输入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想到有一个input 有没有 那用外面 假设如果输入的东西不是文字的话 是一个数字 假设79 那一定外面包一个 刚刚同学问 用int 可是难保说他输入有小数点 你用int 那比如说他79.5 那你把点5拿掉 最后结果应该就 可能就不对了 如果啦 那所以一般还是用那个e-value 会比较eval这个来转 会比较安全 所以考试几乎都用这一个好了 然后如果转完之后 他是b的话 那这边上面有一个条件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架构也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先输入 他要判断什么 那逻辑的话 我的习惯是分成两边来判断 如果说他是大于等于 不过这边的话是大于等于80 而且小于等于100的话 那是a 那以此类推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题目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提到那个部分 把它就是修改一下 因为题目里面好像已经有讲到一定要mass点炮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s的平方 改成就是用mass点炮来表示 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OK那接下来的话 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刚刚另外的第 ABCD 其实他的题目就是那个A是80分而且要相等 然后包含另外的话BC 不过他没有个D很奇怪 一般就ABCD 他可能变F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做法是这样 我如果第一个我让他输入 输入第一个就是A 然后让他假设我今天input 那一样把他转型 比如说我输入79 丢给A 那接下来的话如果 特别说 我用那个m的逻辑来表示 也就是说如果他怎么样 大于等于80 而且他小于 这边空白 不要讲加不加其实不影响 不过习惯是不加 另外就是他小于等于100的话 那帮我执行A OK 那反之的话其他都一样 其他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刚刚讲过了 你也可以也是用改的嘛 你就是顶多是这边不一样 L这边不一样 把上面贴下来改改改改改 OK应该也可以啦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多重逻辑 其实大概写一个之后后面都差不多 记得就是要改对 那所以把这边贴过来大于等于 那所以把这边贴过来大于等于 把这个and拿掉对不对 然后呢把这个方向 判断的方向 这个A拿掉 摆在中间 但是你这边可能就不是大于 是变小于 小于等于A 那最后少一个冒号 这边冒号加一下 那其实这样的写法执行也是OK的 不过呢 我自己是不习惯这样的写法 我就觉得这个写法不是我不是我的习惯的写法啦 所以我习惯写上面那个写法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印象中好像这样的写法 是不是在其他语言跑会有问题 我印象中好像 所以上面的写法 反而我觉得会比较 就是一般性假设你在写其他语言好像 上面那种写法比较通啦 比较不会出什么状况 下面这种写法 这样应该写没错吧 只是说呢 可能比较容易出问题啦 它共通性可能比较没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的写作原则啦 就是我写这个语言之后 以后我在写另外语言的时候 也不要遇到问题最好 所以我们写法尽量不要就是说 有太特殊性的写法 尽量就是取一个什么 大家都可以的写法 我这样的写可能就 以后就不用说一直在那边 即便我换一个语言 那我要再想 这另外一种写法怎么写 OK 所以呢下面这种写法 像刚刚同意有提到 也是OK的 可以 可是我比较不建议 它的逻辑是这样啦 它放中间嘛 它跟它比 它跟它比 倒也是还蛮精简的 可是就是习惯问题 虽然它很简短 但是看了总是觉得不习惯 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看下面这个方式 你觉得比较OK 那没关系你可以写 但前提就是你不要一下写上面 一下要写下面 尽量就是说你要一致性写法 我跟各位讲这很重要 因为这是我个人写作 这么多年写作以来 真的是 你千万不要一直一下学这个派 这个帮派 这个派的 最后你会走火入魔 你最后发现奇怪 你到底用哪一种方式写好 对一下 而且你在那种高所对照的时候 你总不能说等一下 我想一下我应该用哪一招 对不对 那你就玩 没有那种 就是很直觉的 你就是要 你把那个东西融入到你 最好是跟你的自然语言 可以完全 可以搭配 比如说我想 我就写 想我就写 我程式就很快写完了 以我的习惯是加一个end 反正在中间 两个都为true的时候 都就是进到这个逻辑 所以呢 最后把它执行看一下 也就是说它如果输入79 它应该会跑 这个逻辑不对 因为它不是 第二个逻辑 它对了 这个它是不是大于7 是 它是不是小于79 小于等于79 也是 所以它会输出b enter一下 还是b ok 那以此类推 其他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一题应该难度不高 主要就是end的逻辑 end的逻辑 那不过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用偶尔逻辑来做呢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改一下 偶尔逻辑的话 好像也可以改 但这部分请各位想想看 其他也许 画面先画给各位 那当然写法部分 不同的人想的可能程式最后也写的不一样 所以当然我这边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的答案 如果你像刚刚同学是把a写在中间 如果你习惯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写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不习惯end 你可不可以用偶尔呢 其实我印象中很多地方 其实倒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这个怎么写可以想想看 好吗